中秋賞月是經久不須的中國傳統節日的活動 別以為古人中秋夜只有賞月這個活動 他們的夜間活動都是很豐富的 以宋代人為例 食和買就是過中秋的禮行動作 百姓會在中秋前到市站買月餅等的製月和賞月的用品 到中秋當日更加是全民消費 此宅裏面有古碗字畫 生活用品 酒菜小食 淋淋種種 應有盡有 反映當時的消費者已經習慣夜經濟的模式 西漢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 最近我到大堂不夜城考察的時候 他們的旺場令我十分震衡 香港要振興經濟 繳活 旅遊飲食業等等 除了放煙花 無人機之外 是不是可以想多一些其他的活動吸引人流呢 例如利用中秋節鼓勵商鋪收眼些 為市民提供更多繽紛的活動 希望大家都可以過一個滿宅而歸的中秋節 祝各位中秋節人月兩團圓